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我们今天要跟沈兴一起啊 还有林一华导演一起啊 我们要缅怀一个美人 缅怀对 一个一个缅 不要哭吧 我的意思是说我进入那个缅怀的情绪 我今天有特别相配的穿了一件黑白色的衣服 我还以为是睡意呢 代表着缅怀的情绪 对我们缅怀 我们这个节目对于美女的明星都是不能错过的 对吗 伊丽莎白泰勒 虽然说现在呢给人举行葬礼有点晚了 对吗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心情啊 念念不去 因为呢前几天呢 她的这个事情啊 引起我的很多感慨 所以呢我也想起沈兴了 对吧 同样的问题呢 你也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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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兴非常好 沈兴没 不是我相信同样的问题 你们女美女们啊 也都会很关心 很关心 你先说说你哎人家沈兴先别说伊丽莎白泰勒 沈兴是多用心呢 你看为了做我们这个节目拿来他自己的珍藏版伊丽莎白泰勒 这是奥大利赫 给大家看看沈兴最喜欢的 你看跟男人的审美眼光不太一样 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张 这是他最喜欢的 所以你是说男性不大喜欢这个样子的 不是我在这一本里挑啊 我不会挑最喜欢的一张是这个 对 但是你 你问一下领导演 他喜不喜欢这一张 你喜欢这张吗 领导演 因为我妈妈以前是这个样子 对吗 见过见过吹牛的 你知道 天呐 很熟悉的 我想说 我想说一下你知道什么叫经典永存吗 对 那个发 他妈妈叫经典永存 就是美是经典永存 对于美这件事情的定义 对 就是一个有品味的美 是经典永存 因为它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象征 对 就是头发必须要这个样子 然后才能让你的轮廓 跟下额骨的线条能够配搭起来 伊丽莎白泰勒也是算是一个经典吧 最近你知道这个世界这个科学研究机构 已经研究出来了 就是他为什么那么样的吸引男人 反而吸引全世界的人 原来据他们调查了一万七千多人 这个东西是有数字的 说是两个眼睛的水平距离 占到你的整个脸宽的46% 然后什么鼻子就从这儿到这儿的距离 占到这个36%还是多少 整个脸长的36% 然后下巴是尖 小的 你看沈星这样 对对对对 说这个完美的薄力 还有身材 对 然后伊丽莎白泰勒 绝对吻合 但是讲到身材了 伊丽莎白就是稍逊风骚 就是身材也是接近完美 因为什么呢 脸就是按照这个标准 一万七千人选出来的 正好是伊丽莎白泰勒 所以伊丽莎白泰勒最爱的那个男人 叫什么李查波顿 李查波顿说伊丽莎白的这个泰勒的脸 叫结构的奇迹 这么夸 说身材稍差一点也不大太多 就说最美的比例腰和臀是零点七 零点七 伊丽莎白泰勒 你怎么这么轻松 因为它是个非常美的沙漏型这样子 非常美 葫芦型身材 你呢 什么东西 不是用眼睛看的 你的沙漏现在快漏完了吗 你承诺过我 大小姐对对不谈不谈你的前半生 大小姐说说你是报娱乐新闻的 而且你也是美女明星嘛 那么你对伊丽莎白泰勒 听到她死吧 你个直观印象如何 听到她过世 我觉得 就是再美的东西也会消失 其实我觉得这个 消失的时候也就不那么美了 会有一点伤感 会美 还是会美 因为她到了七十多岁的时候 人家就管她叫玉婆嘛 不管她有多 三十其实就差不多 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她是一个非常早熟的那种美 在她十七十八的时候 就呈现出了那种妇人之美 就是像 就是很美 不是少女之美 有钱人的美 妇女的妇 妇女的妇 就是那种 那种非常成熟和饱满的美 她好像一开始的时候 在她演 她是童星嘛 然后到了中间的时候就开始 这是她的一个特色 因为她从早开始 就是说我管你们 就是我喜欢吃我就吃 然后我喜欢穿什么 我就穿什么 跟现在的明星差别蛮大的 差别 这真是 也就是独一无二这么一人 是吧 然后就是她说 她说我一生爱过七个男人 结果八次婚 你看看她说这话 上帝给了我美貌 生命 成功和财富 但是你要注意 她自己怎么感觉她自己 她说所以没有给我幸福 其实这是说明她自己觉得 这么瞎闹 不是 咱不能这么说 我的感慨 林导演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 我的感慨没有更多 我只是看到他们就是 她死了 就把她一生照片排出来 我一下子有一个感觉 就叫为什么我想起沈兴来呢 我就觉得就是 没有 没有 我就想起 我妈咪也在看这个电视 对 我主要想起你妈咪来了 我妈咪也在看这个电视 我想起你妈咪 我就有一个感慨 就是红颜易老 就是岁月催人老 虽然沈兴还很年轻 但是你也免不了 是吧 我就想 你看 我想带大家看一下 一个女人的一生 仅仅从生理上看 仅仅从样貌上看 咱先不管这个心灵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种 一个女人的一生 而且你看 一个美丽女人的一生 对 十几秒 咱们送行给找的 你看 童星的时候 伊丽莎白 泰勒 你再看 下面 青春少爱 那字你吃点爱吧 玉女 玉女 你看 我觉得这是黄金时期了 对吧 然后 再看 埃及艳后 对吧 这时候好像有点下垂了 已经 然后再看 这是跟其中一人老公 哎呀 这个美妇 美少妇 然后再看 这时候 也是一个老公 看出来 好像不能说是20刚出头了 对吗 你再看 你看这时候 不能说是30刚出头了 对吧 你再看 你再看 这时候 说不清什么岁数了 你再看 哎 这就是沈兴热爱的玉婆吗 对吗 依然很美吗 依然很美 然后你再看 哦 这就是 你看临死前变成了哲学家 就是 你说 哎 我的这种感触啊 就是说一个人呢 就是这个岁月啊 你是谁都不能不承认 你说是不是 不过我觉得 刚才看到的那些 跟我们60年代看到的香港女明星是很接近的 因为她们是同代人 所以其实你说林黛 她死的时候才30出头 但是对我们来讲 她好像现在的女人的标准是40多岁的 因为那个时候她们比较流行成熟 所以呢 眼睛画的特别的大 然后头发脆的特别的蓬 这种东西会让你看起来比较像一个有钱的湿奶吧 但是现在你看40多岁50岁的 她还是穿牛仔裤啊 还是宅宅的啊 这个所以其实是潮流 没错 造成的一个不同的造型 沈仙现在穿牛仔裤还是 就是 就是偏瘦型的 你现在的美是吗 嗯 就是我觉得 他们 你刚才说看到很伤感 一组照片 有很美很美 然后慢慢慢慢 你会看到她衰老 所以你会心里会不忍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 任何的人都会有衰老的过程 你一看一个平庸的 一直渐渐的衰老 和一个很美的渐渐的衰老 我还是宁愿会选择那个很美的渐渐衰老 什么叫很美的渐渐衰老 就是伊丽莎白泰勒这样子啊 她一开始你童心的时候很美 对吗 然后接着她变得年纪大了 所以你心里才会有同情 然后看到青春和美貌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就是你长得很普通 你也会衰老 难道那个就比较不伤感吗 一样的 就是你有一天很快乐的 然后那天结束了 你的感觉你其实还是好 但是我就说实话是吧 就是说对 她老了也有她的美 可是我觉得那个美啊 我不管了 跟我没什么关系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只看表面的 就是男性 对啊 很让人 我也同意 不能认同 就是不能认同 非常非常 谢谢你 说对了 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注意到啊 沈兴这个骨子里啊 更倾向于奥黛雷赫本那一份的 对吧 因为今天穿的衣服就跟他借的吗 感觉是 奥黛雷赫本 我跟你讲 你有一本 我也专门为你准备了 另一个女人的一生 我今天很有兴趣展示一下 这个女人的这个样貌的变化 咱们再看看 无情的岁月 对 她就是所谓优雅的变老 哎呀 你瞧瞧 长成这样 就是太经典了 真不容易 人家就不管她叫赫本 直接说赫 哎 你瞧 你瞧 哎呦 这个像鹿一样的眼睛 鹿回头一样的眼睛 是吗 你再看下边 哎呀 我天哪 嗯 再看下边 这就啊 就好了 这是浮出之后的了 这还浮出了一回啊 对 你看 她在老年就做了很多爱心事业啊 什么的 伊丽莎白泰勒也是 对对对 再看下边 哦 你看这到最后 我觉得都像哲学家呀 这到最后看着像圣女 圣雄 女子圣雄一样 就是 这么一种 只能让人敬仰 我觉得伊丽莎白泰勒 和澳大利河本 你会更喜欢澳大利河本一些 因为他的美比较温和 年轻的都好 是吗 但是一直以来大家喜欢的 男生喜欢的应该是泰勒 因为女生喜欢的是科本 我觉得比较强势的男生可能会喜欢泰勒 像 说咱们说点说说心里话是吧 没问题 怕老不怕老啊 呃 以前有段时间曾经怕过 当他真正开始出现的时候 怕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就是会担心会出现皱纹呢 或者是眼带 出现了吗 然后当然出现 没见到 呃 我的观察很细致的就是 哈哈 还是化妆师画的后一些 我觉得当他真的出现的时候 反而就没事了 哦 真的啊 就会觉得说 后半破摔了 就习惯了 就觉得反正你已经这样了 哈哈 还有后半生吗 嗯 就开始有一种 就开始反而你在没有来到的时候 你会有点害怕 当真的开始进行 我已经接受好 我年过30了 我开始出现这种什么斑点啦 然后有呃皱纹啦 或者是我觉得常常有困倦的感觉啊 当出现这些的时候 健康都出问题了 就是年轻的时候 是像念书的时候 通宵通宵不睡写文章 或者看书 这个男人也会有 都是没问题的 对男人也会有 但是现在当你开始担心自己 嘿我有没有会明天不睡 有黑眼圈啊 或者这种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出现状况了 就没问题了 你知道就是 反而不怕了 我听人说过一种心理啊 就是这个女明星啊 跟一般的女的 因为女人虚荣心很强 但是男人也强了 好 就是说 比如说像那个BG巴多吧 是不是 大家说法国有一个 BG巴多 就说老了之后 他不出门了 他只跟他的猫生活在一起 就是他还有一种 他希望他留在世人眼中的样子 永远是他年轻时候的样子 家宝也是这样 家宝也是这样 对对 就住在一个很高的 那些大楼 我觉得那个得美到一定程度了 才那么样 但是你刚才说 就是说 他可能就只会喜欢 别人的那个表象 那你希望男人喜欢你的 是你的表象呢 还是他能够进到你的里面 然后让他欣赏到这一点 其实我不期望说其他的人会去欣赏你的内心 或者是你的美德 或者是你擅长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只会 如果有人他能除掉表象看到内心的话 我能分辨出来 而且我也会喜欢他 那这两个美女 你会挑哪一个的老的那个样子来 就是如果你要变成一个的 想长成谁 按理说我想长成 伊里莎白泰勒有点困难 因为他们两个人 他们两个人是不同的类型 完全不同的 格是不一样的 从小也不太一样 对 如果我要努力的长的话 能长到一点皮毛的话 可能是瘦的那一个 只能委屈点当澳大利贺本了 因为澳大利贺本他一直被认为说 他是一个Peter Pan 他是个小飞侠 就是基本上大家觉得说 他看很好看 但是不觉得他性感 有点像我们的张曼玉 他很骨感 是是是 就是比较木头的那种感觉的 就是看起来就是穿衣服很好 是个衣架子 但是Taylor就不一样了 因为你在他身上看到他吃东西 看到他珠宝 看到所有东西都是大的 诶 珠宝 你不想讲讲钻石吗 你最喜欢的 我当然每个人也应该喜欢钻石吧 嗯 那你买得起才行啊 而且好像说到这个泰勒 他有一任老公就说他 到后来的时候 没有什么东西再能够给他激起幸福感了 就算是他医生当中最爱的钻石 好像一个五万美金 当时五万美金买到了钻石 一颗大的钻石 能够给他带来四天的快乐 嗯 你知道吗 很好玩 你说这个幸福感 因为他所有电影其实都在谈 为什么女人得不到那种 就是追求的满足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只有一个老公是结两次婚嘛 所以这个老公对他来讲才真的是男人 但是偏偏在他的这个爱情生活当中 他最得不到的男人都是不爱女人的 对 所以这个也是 爱了15年的那一个 他最爱的男人是 他最爱的15年的那一个是个同性恋嘛 哦他不是他最爱理查波顿吗 一直说 他最爱的其实你要领导演讲吧 因为他有合作过有三个人其实还蛮重要的 对 一个叫Montgomery Clift 就是跟他在演那个狼心如铁里面的男主角 他真的非常爱他 但是没有办法 但是拒绝 对 所以后来Montgomery Clift他遇到了车祸 然后他也是美男衰老的 你知道吗 那个说到车祸的那个事情让非常心酸 就是同样是在奥黛利赫本家里面 举行的一个party 然后那个他最爱的那个 你可以后来去看他的照片 那个男的帅得不得了 然后非常帅 然后从他家里出来 在拐角的时候就遇到车祸 遇到车祸了之后呢 当时伊莎莱泰泰勒就冲出来 把他抱在怀里 一边是拒绝所有的闪光 当中媒体的拍照 一边是把他嘴巴里面的牙齿 一颗颗的掏出来 免得噎住气管 然后就是当时 没有没有 就是当时他伤得很重 就是他非常爱他 然后经过那次车祸之后 那个美男毁容了 然后毁容之后呢 接着他就一蹶不振 然后泰勒依然是 非常非常非常地爱他 然后给他很多工作机会 帮助他 然后即便是他导演不再用他 因为他可能很多恶劣的习惯 然后泰勒说 如果你不用他 我也一起 他也把自己的片酬 当成是一个宝金 天哪 所以说这才是15年的爱情 可能是得不到的 才是最爱的 钻石没有关系 跟钻石没关系 这个女人呢 真是秘密后头套秘密 而且你知道 像伊丽莎白泰勒这样的人呢 我一直想知道他的心嘛 我不是光看表象 我特别想知道 这个美人心里怎么想 比如说啊 说他惊世骇俗 什么激情燃烧的一生 对吧 结了齐瓦子婚 感觉这是一特立独行 其实一样 肯定也是个普通人 那么对于外界的种种啊 他到底心里怎么感觉 你看我找到一些纸言片语啊 你就注意到 好 你说他男人多 结婚多 可是他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只跟 我只和与我结婚的男人 上过床 有多少女人敢这么说 哎 要这么说的话 他不多 对吗 对不对 现在社会 你说还有女人固守这个标准吗 当然 其实他是为了上床 他才结婚这么多的 也许吧 如果这样看起来 他可能有 好到一定程度 他要坚守这个原则 那只能结一个 所以就结一个 完了就离 我想像他那么漂亮 而且从小他家庭出生也很好 他妈妈管他非常严 这个是一方面 因为方面呢 我觉得说他对自己看得很重 所以我觉得他一直都希望 找到一个人能够不只爱他是宠他 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谈恋爱就可以满足的 是 所以这个宠 这个你可以说他根本好像个小孩 溺爱 他实际是 我们期望的一个 他实际是有原则的 你知道吗 但有原则的人也会搞那么多事情 我觉得就是太有原则了 所以才人家坚守只结婚才上床 哦 所以你结婚非常少是吗 哈哈 但是对 咱不了解 结了婚之后可能会恪守这个原则 好好好 这句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感谢这个咱们林一华导演和这个沈兴大小姐 出席我们这个迟到的葬礼 送给这个伊丽莎白泰勒 但是我还选择了一个 伊丽莎白泰勒埋在哪儿啊 埋在就是说也是一个他特别喜欢的一个人 迈克尔杰克逊的那个墓园 然后你知道我们这个编辑这个送信啊 找到一段说特别美的这个画面呢 就可以纪念的 就是迈克尔杰克逊唱一首歌 献给伊丽莎白泰勒 伊丽莎白泰勒正在这个坐下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我们现在放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水星车很喜欢 对 很爱迈克尔杰克逊 很爱迈克尔杰克逊 我以为说你说你很爱这个这个场景 就当然也爱这个场景 嗯 林导演 林导演有什么感触对于他 他们两个都是同心 所以其实一个小孩看着另外一个小孩 其实对 你知道他们都很孤独 所以我觉得是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他们找到了玩伴 哎 你看伊丽莎白泰勒自己还有一句话 她说这个我有一个男人的身体和一个 不是 我有一个女人的身体和一个孩子的心 抽了幺蛾子 她说我拥有一个女人的身体和一个孩子的心感 对 哎 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孩子的情感我是有的 而且呢 男人的身体欠缝 女人的身体了 女人的身体 然后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你会 我觉得通常最吸引的部分 就是他透过一个人的外表 内心什么都扒了开 如果你能看到他很纯真的那一部分 眼神也好 动作也好 或者是某一个习惯也好 反正我觉得当看到那一刻 我就会很容易心软 而且很容易被打动 并被深深的吸引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就是纯真 你说我总感觉别人会佩服 比如说一辈子结这么多次婚 这女的 这个酷啊 这什么的 好像有很多传奇 可是为什么我总感觉他心里是苦的呢 有一部分我想跟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是有关系的 就是他最爱的那个人 其实他并没有得到 永远没有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爱上男人 有这个忙 爱他 太母人onymous味了 了 去黑acial 全部视频 啦 是 都看起来的